好來 繼續來看 花蓮富貨大飯店 因為早餐的地點 吹下去都攤去 今天是繼續來討論 說要討論到三層樓下 才可以開始來拖廚 暗算兩禮拜的時間要拖好寫 說飯店的負責人到達都不出面 管政府也認同不到人 說其實飯店的負責人是第二次老闆 飯店在四月吹什麼地點就順暖 但是沒有通報到管政府 列為紅紅堂的建局 現在這個大樓都攤去 也讓附近店家的生理大受影響 拖廚外出 要再加上幾兩次 只能為飯店相關的地方 開始一站一站 聽下去 過程要兩點請 也因為大樓受影響 沒辦法繼續做夾 如果飯店整個地方 負責人就好像咪咪起來 目前還是沒有聯繫上 我們會再持續的跟他聯繫 經濟了解飯店的負責人 其實也是跟人操作 不是處處 當地理論說 負責飯店在四月吹三大堂 建調部的就已經是算當 不過老闆的決定 自己真相不通報 所以飯店一流才讓人 跟不上就要不完工 就發生一課 只想要拖廚 拖廚做夾 他要兩禮拜再當完工 周邊經行受到大影響 就算沒人起來 也是會做生氣 經行真相做 完工交上班 那邊要拍出這點 最偏使得跟當地社會 讓店玩時很無奈 比較還好一點 比較高的產品 會把它先躺著 因為之前第一次地震的時候 他就全部都摔下來 都破掉了 第一次在當中華人 負責飯店卻穿得到去 整條路的店家 大家是心疼在那 只希望第一次不躺又 再唱不要再哭 哈囉 我是萊雅 想要搶耳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